大家好,我是家禄大球 相信有看新聞的現在都知道俄羅斯和烏克蘭已經開了戰 我們影響不到這場戰爭,但我們可以在遊戲中影響 所以今天我就來指揮這場戰爭,我們當然是玩烏克蘭的 因為俄羅斯是侵略者 我們一開始看看我們的兵力和敵人的兵力 可以看到我們的手刀完全暴露在敵人前面 我們這兵力集中在南方和中部 哦,很麻煩 放佛卡 我們要調派一些部隊上北部保衛手刀 否則我們手刀輪陷就會少很多次 雖然本身的錢已經夠少了 拿到新的幣 還有這次拍片是我第二次露聲 所以很多都是我即場發揮 所以如果我說得不好的話請多多見 現在過了一局 我們可以看到幾乎已經完全被敵人打散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呢? 投降 沒有啊,亂國 我想一下 這裡要調到 然後在現實中烏克蘭這個總統是喜劇演員出身 所以他不太認識這些政治的事情 然後他得罪了俄羅斯,很可憐 雖然俄羅斯本來看烏克蘭不順眼 那我們可以用些錢發展一下後方 雖然我不知道發展來做什麼 先看看 我們可以第二次 嘩,一堆國家戰敗 我們不可以報他們的後賊 我們不可以幫我 我們現在的形勢不太好 很多地方被俄軍包圍 我先想想 但可以用導彈炸他們 炸一下 然後我在想 這條片出的時候 可能烏克蘭已經淪陷了 我們在中華民國戰敗 不過這次不是我領導的 所以果然戰敗 我們說了這麼多 先說一下歷史分析 烏克蘭的歷史其實很悲哀 他以前被波蘭納桃園管治 結果被俄羅斯吞 但是他南部曾經被俄羅斯管治過 然後被俄羅斯打了 反而就避不開俄羅斯 笑死 然後他在一戰的時候 被德國戰領過 德國戰牌之後 俄羅斯因為內戰 所以烏克蘭趁機獨立 原本以為是很正常 結果洪軍入侵 不啦 烏克蘭在一戰完 的時候 獨立的領土很大 結果後來被洪軍不停侵蝕 結果後來變得很小 最後沒有馬 直接變成加盟共和國 然後是1990年獨立 那時候獨立 俄羅斯是覺得他沒有什麼所謂的 還有他那時候有核彈 結果後來 美國噴他 說他現在和平 我會保證你的安全 你就消壞核彈 消壞了之後 美國馬上翻臉 不敬人 很悲哀 被背叛 結果俄羅斯 在2014年 就入侵了克里米亞 不知道克里米亞在哪裡 那邊的觀眾 可以查一下Google地圖 是黑海的位置 烏克蘭的下面 那一座 凸出來的島 或者我現在標給大家看 這裡 那現在說回遊戲 兩日坦 Oh Shit 好 我想著可以用 DONALD TRUMP 打爆了 OK 唉 幻想好未好 現實好 SANSE 很古董 Sick 嘩 怎麼浪費我了些東西 好可憐 慘了 我們沙皇被普京打 大 糟 唉 放金拿迪出來 哼 好像放監 還有啊 所以在歷史上 烏克蘭曾經是基庫羅斯 基庫羅斯 基庫羅斯 你聽這個名字就知道 是跟俄羅斯有關係 沒錯 他就是俄羅斯 其中一個祖先 所以基本上烏克蘭在歷史上 和俄羅斯是同一個喜悅 但俄羅斯不一樣 俄羅斯被蒙古管治過 就是整個小學西禎的時候 征服了 按 按錯 基本上可以看到 現在整個都在拉腳 包括我 不要跟我拉腳 好不好 Shit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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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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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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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現在打了俄羅斯越來越多領土 烏克蘭復興勇望 我真的攻三石 但我們不能鬆走 我們應該攻擊三級 噢噴血 在這裡弄冰 我們現在佔命了俄羅斯的領土 反佔命 由依照我玩石日征服者的經驗來看 這個上河難度 不會太容易也不會太難 真是中虧中矩 我玩過有些鋒 瘋了 我玩幾十鋒 一直卡住 然後我的冰全部死了 我們現在到這局可以看到全世界已經亂成一顆粥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中東 全部都是大雜貝 你看這裡完全不知道什麼事 亂了 現在有些血會扣到 剩下的 我賠回血給我 我應該先拿了這座城市 之後 這樣比較好 耶 oh yeah oh shit oh shit 咦 我爬了 之後可以看到高加索現在亂到一波粥 嘩 我感覺高加索會吃光了錢 我好像要打俄羅斯 我好像要打俄羅斯 嘩 我們應該 先拿了這裡 然後這裡 嘩 不夠錢 收復克里米 我們烏克蘭統一 還要拿了一堆領土 雖然這個不知道什麼事 好 我們的影片到這裡 就結束了 下次再拍第二集 如果觀眾有興趣的話 如果喜歡的話 訂閱啦 like share 對咯 那我下次見一把 嘩很緊張 回來 就跟 vull 跟ulla 又 尤勇 尤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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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